那么在亚太地区呢,美国一方面通过拉拢日韩,怂恿菲律宾,在东海,南海等等问题上呢,给中国找麻烦。 而另一方面呢,美国继续通过军援等等手段,为台独势力维持一种以武谋独,以武巨统的幻境,给他们撑腰,来牵制中国的精力。 以此呢,既能不断地驱使台湾当局为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来服务,又希望呢,能以化整为零的方式,尽可能降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,达到他们在反华问题上日拱一足,小刀子割肉的目的。 但如果啊,我们仔细审视所谓的美国对外援助就不难发现,与其说这是对外援助,不如说是美国政客对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投逃暴力。 那么这些援助大量的被用于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,人员器材训练服务等等,最终还是回流到了美国人自己的口袋里。 对于台当局来说呢,他们不过是充当了这种明火执杖的洗钱游戏中的人头账户而已。 而自去年开始呢,台军出现了成建制赴美训练的现象,那么这是在新的世界形势之下,美台加紧勾结的直接证据。 通过这种成建制的训练,美国很可能可以把自己的指挥链条直接延伸至台军中更基层的单元,实现特殊的军事目的。 那么这呢,也是美国意图更深层次插手台湾问题,甚至进行某些军事冒险的危险征兆。